还有一个知识点 还有哪个知识点呢 这时候关于这个业务逻辑就没有关系了 咱们要说这个业务逻辑呢 就已经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是在哪呢 是关于在这个Redis当中的 Redis里面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提到一个知识点 这里面要去听这个人必须要不会的 是哪个知识点呢 刚才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在Redis当中在这里进行操作的时候 这里是相当于是设置过两条记录 这两条记录当中你去想一下 我先设置这个设置记录 再设置有效期吧 那如果说当前前面那条成功了 但是这个底下这条失败了 底下这条失败的话 就变成永久有效了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在Redis当中呢 就存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存在了一个Pipeline的这种东西 Pipeline是一种管道的东西 它可以一次性让你执行多条命令 然后呢让你进行一次提交的 那么一种操作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咱们可以怎么去引入呢 这一点是必须要是会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先去注掉一下 然后呢看一下 我首先要去操作的时候呢 是通过RedisStore 比如说这个实例当中 我先来去创建一下Pipeline的这样的东西 这是这个名字 然后呢它相当于就是那一个命令的管道了 比如把它叫做Pip Pipeline 然后呢有这样的管道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怎么操作呢 你所有的指令通通的都是通过这个Pipeline 给它进行设置的 所以相当于我刚才这两句话 在进行执行的时候呢 接下来就不再是通过RedisStore的方式 进行执行了 而是通过谁呢 通过这个Pipeline的方式来进行执行 你通过Redis的怎么操作 就对它进行操作 所以继续创建一个Pipeline 创建完这个Pipeline之后的话 然后呢接下来你要去注意 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怎么操作呢 我就可以去进行一次提交了 但是提交的话 你要去注意 它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直接拿回来就C区数据 而是说直接先创建出来对象之后 我要Pipeline 执行执行一个方法 哪个方法呢 叫做Multi方法 Multi这个方法 执行这个方法呢 就代表是说 接下来我要去开启多个语句的一次性执行了 就是先创建管道对象 创建管道对象 Redis的 可以一次执行多个语句 然后呢 这是关系这个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这是开启多个语句的记录 开启多个语句的记录 就相当于我先进Multi Multi是比较多的意思啊 然后呢 这里面开启完之后 我再在这个地方呢 去进行相对应的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是哪个方法呢 是代表的是execute ese ese cute 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执行 Ready the load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执行语句 所以在去使用PipeLine的时候呢 基本就是这样的三步 首先去创建 然后呢 代表开启这个Multi 再来往下的话 你去往里添加指定 添加完指定 你都足够了 再去执行这样的一个execute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接下来呢 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让程序运行 让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我回过出来 咱们把对应的这个缓存全部清掉 Flash out 清一下 回过出来呢 咱们再来进行一下相对应的这样的测试操作 比如说第一次查询 这里面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数据里面 这里面有没有呢 是不是已经也进来了 刚才我吃Flashout 已经清过一次 回过出来 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再来看一眼 这里面再去传一个P 然后呢 比如说这是第二页的 再来森了一下 然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hgetout当中 第一页第二页都有了 所以这也是相同的效果 也就是说意味着 你之后在执行专业的命令的时候呢 如果执行的是多少语句 就可以开启pipeline的方式 采用这样的语句 一次性执行多个 我们看一下 这是哪一条Postle的错误 这里面变后的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